感恩节假期前一周,美国疾病专家建议洛杉矶国际机场的旅客不要出门,11月19日旅客的反应褒贬不一。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敦促美国人不要在下周感恩节假期旅行以缓解新冠病毒的传播,目前美国各地新冠肺炎病例激增。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官员表示,旅行建议是强烈建议而不是必须的。 联邦机构还表示,在全国许多州近几州出现新冠病毒病例激增之后,他们提出了这一建议。 18岁的大学生克洛伊·克拉索斯基表示,他支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建议并信任该机构,但是他表示他不得不飞回克罗拉多的家中度假。 56岁的健身教练斯蒂芬·卡马吉安一点也不担心。 我去试试两天,我今年三次被试试了,我去看我的家在西卡古里,我非常感兴趣。 我并没有疲惫,只是按照法案,我第一次游战,我真的很感兴趣。 官员们预计,旅客人数将比前几年有所减少,但是表示已经采取措施确保旅客的安全。 感恩节前的星期三通常是美国一年中最繁忙的旅客。 美国人在全国各地与亲朋好友团聚。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由于政府官员建议不要进行不必要的旅行,航空公司和酒店公司的股价大幅度下跌。 AAA旅行社表示,预计今年感恩节的游客数量将至少下降10%,为2008年以来最大的年度降幅。 美国联合航空、美国航空和美国西南航空军表示,由于新冠病例激增,预定数量有所下降。 联合航空还表示,取消预定的人数有所增加。